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你敢相信鱼能够上树喝果汁吗 而且还差点让澳大利亚的附近的动物惨遭灭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我是大象 在人们的认知里,鱼类只能生物在水里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在六年前,澳大利亚有一种鱼居然能登上了陆地 这一上岸不要紧,差点让附近的动物们惨遭灭绝 据说这种鱼能爬山,能上树 那到底是什么鱼类这么厉害呢 这种鱼叫做攀炉,又叫做山脊 想要了解这种鱼,那就要从三亿年前说起 那时候水里的鱼类非常的拥挤 许多鱼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而丧失生命 科学家猜测,当时水体污染特别的严重 而那时陆地上除了昆虫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捕食者 所以有些鱼类为了生存就进化出了爪子和肺部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两栖动物 而攀炉作为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鱼也不甘失落 总不能在水里活活的憋死嘛 于是它就生活在潜水里 因为那时候攀炉用呼吸的塞已经大大萎缩了 溶解氧利用不足 因为为了活命它们只能生活在潜水里 一旦被困水下 那么就会因为缺氧而晕厥最后死亡 慢慢的攀炉最后演化出了两栖动物的爪子和肺部 但是攀炉也来到了陆地 并且姿态十分的搞笑 就像人类走路的姿势 但是它是没有脚的 看起来非常的勇气 那么攀炉是怎么离开水不死的呢 又是靠什么力气来的呢 它又怎么能够呼吸空气呢 攀炉之所以离开水不死 其实主要是它有空气呼吸塞上器官 这个器官是褶皱状的 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这个器官能让它呼吸陆地上的空气 并且能够分离出氧气 来到陆地的攀炉会尽量打开两侧的鱼塞 因为攀炉的鱼塞特别的坚硬 而且带有锯层 它还有发达的胸旗和腹旗 就像四只一样稳稳地将攀炉支撑在陆地上 我们都知道鱼的视野是非常不好的 一般小鱼的世界在18到30厘米左右 而大鱼最远也就是几十厘米 而陆地行走的攀炉视野是非常好的 它知道越过哪片陆地去寻找新的栖息水域 走起路来摇头摆尾 因为它行走靠的是尾巴扇动才能够往前移动 别看这样它移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据说走上百米仅用30分钟 不但攀炉的速度快 它的耐力也是很强 有人亲眼见证攀炉顺着雨水走了一公里的路上 在1797年丹麦的一个科学家发现了攀炉 他看见攀炉爬到了树上 居然喝树上的果汁 附近的村民称攀炉经常会爬到树上喝果汁 这一发现让当时的人们是炸开了锅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 攀炉最大的体长也就能长到25厘米 并且攀炉也不是群居生物 但是它就是威胁了其他生物的生存 6年前攀炉在澳大利亚的陆地上首次亮相 就差点让附近的动物回一旦 可见攀炉是多么厉害的一种生物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铁们知道攀炉有什么本事 能够让陆地上的生物惨遭毒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